《科学》 讲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的学习 那么这个学习的主题是卡内基跟大前研医都在使用 所以真心诚意的推荐给大家 就是高校的记忆术 拿破仑说没有记忆的脑袋等于没有警卫的要塞 特别一个学生在学习的历程 最重要的除了理解以外 就要能够记得住 那么考试才能够拿到高分 参加国家的考试 或者是其他的证照的考试 才能够一次到位 非常有效的 让我们的任何的考试 能够很迅速的过关 那么这个技术的重点有三个 第一个是观察 第二个是联想 第三个是图像化 这是强化记忆的基本功 只要你能够熟练这三个步骤 那肯定一用就上手的 非常有效的技术 例如呢 第一点人脉必备 我们观察人的脸 应该观察他T字的部位 然后呢 重复三次对方的姓名 我相信呢 你只要接你吃面 半年之内都还可以交得出 他的姓名 第二点呢 在会议专用 那么在会议的时候呢 如果你有这个高效的技术 不需要录音 只要用心理去重建现场 透过呢 右脑的想象力 空间形象 可以达到这个效果 第三点呢 就是你是一个抓重点的高手 那么进行资料的分类 或者是灾药 快速 记忆 第四点 牢记数字 我们在生活上呢 或者是工作上呢 有一年串的数字呢 需要去记它 所以呢 数字呢必须呢 把它图像化 趣味化 然后呢 用连结的一种强化的印象 第五点呢 剪爆了秘诀 这个非常好用哦 找到事物的层次跟顺序 把记忆变成一张大脑的地图 所以新制图法 确实是一个非常棒的 高效率的方法 接下来呢 第六点呢 就是呢 笔记快手 我们在学习强调的是 效率 事半功倍 所以呢 道生合乎说 一个人不是输在他不努力 而是呢输在于他盲目的努力 所以重点是效率 所以笔记快手呢 就是说呢 我们透过了高效技艺术 你可以发明一个 专属的代号 简单 非常万用的 记忆的方法 关注我 点赞 分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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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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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